中午年慶到底要買什麼的 我想很多人你一定會有自己的清單 那在我自己的清單當中呢 我通常會留一點比例 一點預算給新品 或者是呢 每天要用的底妝 我覺得要化好一個底妝 有三個很重要的步驟 第一 你的妝前保養 第二 挑選對的粉底的顏色 還有質地 第三 矯正色差 只要通過這三個步驟 你就可以化好一個 健在流行的裸飾感底妝 今天呢 要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Addition 首先就是他們家正品 非常有名的影透水感妝前乳 決定提上乳霜狀的質地 它可以幫助你矯正膚色 瞬間補充大量的水分 進入到你的皮膚 可以讓你整天的妝容 浮貼持久性更好 皮膚就會變得水水亮亮的 接下來就是這一瓶了 粉底 飲藥顏水泥粉霜 買粉底的時候 不要只買一個顏色 先挑一個接近跟自己脖子 類似的也就是自己的膚色 然後再挑一個淺一點的顏色 可以作為自己的臉中央的 這種提亮色 而這一款粉底它強調的 帶給你皮膚一種主力 就是一種水潤光 皮膚會呈現一種非常漂亮的 水光的感覺 Addition的櫃上我一定要買的 就是他們家最經典的三色遮瑕盤 這邊有一個燙傷的吧 你看喔 我用遮瑕膏輕輕的開 不見了 它的質地非常的潤 它裡面有一種柔霧膠的這種粉體 它可以幫助你在遮瑕完之後呢 延續遮瑕的持久力 如果說你是想要畫一點點底妝 讓自己的皮膚看起來 好像沒有化妝的感覺的話 就用妝前乳跟粉底的這個組合 那麼如果你有一些瑕疵 或者是有些色差上面想要矯正 你就可以搭配這一個 完美遮瑕盤的組合 在中年輕的期間 它會有更多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鎖定下一支影片囉 掰掰